高雄市南紫幼昌地区 因为地势低蛙 近年受到了极端气候影响 每逢大雨必淹水 为了解决问题 市府上中央争取到了 9000万元的补助 在都市计划用地设置了制洪池 今天举办动土典礼 预计明年底完工启用 请动土 第一场主开工顺利 高雄男子广昌排水制洪池 正式动工 市长陈其迈 顺领市府团队产下第一土 祈求开工顺利 这个幼昌地区的北侧是后进西 西侧是广昌排水 像我们的美昌街 以及33街 中泰街 过去周边淹水的一个深度 大约有30到60公分 男子幼昌地区由于地势低蛙 每逢大雨必定淹水 这回向中央争取到9000万元补助 在都市计划公园用地设置蓄洪池 面积5.5公顷 最大制洪量可达9.7万立方公尺 由国防部提供土地 预计在明年底完工启用 瞬间的这种极端气候的雨量 其实非常的惊人 所以我们这个制洪池 新建完成之后 那大概就可以很快的来 疏解包括我们后进西 以及我们右舱 地外地区 还有广昌排水等等 这些相关的区域淹水的问题 也能够一并的解决 极端气候带来的瞬间雨量 不容小觑 新建蓄洪池提升防洪保护标准 高雄市府加速赶工 在最短时间解决市民淹水困扰 记者陈银庄继维 高雄采访报道